第三百二十二账,我没有底线,韩千半坐在桌子前,低头看着擦着嘴角血迹的柳生哥,轻声笑道,钱欢对你是不是没有这样的过哦?是不是以为你很有钱,又是市里的知名人物,家底又是京城的大少爷,所有人都要对你毕恭毕敬对不对?你找人杀我,我现在呢?现在你这儿找回点利息来。柳生哥擦着嘴角,低头吃笑回道,意外。 真让我意外,我会把你对我做的事情算在你身边人的身上,别忘了烟轻轻欠我一个亿,我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。别在这儿和我玩什么合同,你想完因得你得有机会,你闹到法院是你的事情,但是好像应该要在咱们市的法院,你觉得你在市里的根基比我还稳?你敢对我身边的人动手,我就让冠军标去挖了你媳妇的坟,你最好还是针对我一个人比较好,别把自己想得没有弱点,也别太装逼, 你看我拿你当回事吗?柳生哥笑不出来了,他如何也没想到,韩谦竟然这般的不要脸,会去对一个已经过世的人动手。他敢赌吗?答案是不敢,敢对冯仑开枪的人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的? 柳生哥再次拿出一根雪茄,还不等放入口中,就被韩谦挥手夺走,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点燃,韩谦也想装个逼,可惜他高估了自己,吸入的第一口,就让他没办法去适应,干渴不断,柳生哥见此讥笑道。 韩谦你动了我,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回荣耀吗?别忘了寂静,杨岚都在荣耀。 嗨嗨,可钱,可钱铃也在荣耀,你们股东没办法插手公司运营的合约让你吃了。 钱铃应该很希望早点和你撕破脸吧,让你再尝尝来自母亲复仇的感觉。 你能干掉我算你厉害,可我随时都能干掉你,不好奇我和冯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 韩谦在笑,他在豪赌,读柳生哥对冯伦忌惮,赌他和冯伦没有任何关系,柳生哥眯着眼看着韩谦,他内心已经火山爆发了,当初所有人都佩服,公认最有前途的钱欢都死在了他的手里,现在却被这个叫韩谦给按得动弹不得。 他不明白,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无理感。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家伙没有底线,没有任何底线,在柳生哥沉默的时候,韩谦对关军彪轻声道, 关兄,去把你家里的家伙收拾收拾都拿过来,既然刘董好奇,就让他瞧瞧吗? 对韩谦,关军彪是真的服了,点了点头就往家里走,关军彪走出办公室的时候,蔡清胡回来了,手里拿着两瓶水, 好奇地看着办公桌上那把短刀,走进后才看到柳生各种起的侧脸。 他生气了,韩谦就是想把他支开,但是他在笑,蔡清胡一定要笑,要给柳生哥一种,他知道一切, 而且不怕任何威胁的感觉,韩谦指着桌上的纸杯看向蔡清胡,还不给刘董倒杯水。 纸杯。 在柳生哥印象中,就没有人敢用纸杯给他倒过水,蔡清胡也有些迟疑,韩谦的眼神渐渐变得冰冷,当他把准备伸手去拿纸杯的时候,蔡清胡一个剑步抢在了韩谦之前。 他笑不出来了,刚才韩谦的眼神让他很害怕,很陌生,那一瞬间他都忘记了思考。 是啊,怎么能因为相处的时间久了,忘了他的所作所为呢? 三个月。 仅仅三个月,市里有头有脸的人见了他,都要笑着打一声招呼,玩弄商业的大佬们见到要喊一声韩哨的家伙。 蔡清胡带了一杯水递给柳生哥,轻声道。 刘董,请。 柳生哥没有接,抬起头看着韩谦轻声道。 不怕我现在报警。 韩谦端着纸杯,双腿交叉地靠在桌子,轻声道。 我又没拦着你。 两人的声音都很淡,似乎刚才的不愉快没有发生过一样。 柳生哥拿出了他的手机,那一瞬间韩谦真的很羡慕。 当初季竟给他看了这个翻盖手机,也准备给韩谦买,但是韩谦没舍得要一万多。 仅仅瞄了一眼,韩谦便把目光望向了窗外, 等了许久都没有听到柳生哥的声音。 韩谦转过头看向柳生哥,随后拿起手机给程锦打了电话。 老程,一会可能会有几把枪出现在我面前,你过来查一下。 不用带太多人。 话若韩谦挂了电话扔给蔡清胡,轻声道。 充电。 蔡清胡借过手机一动没动,他不想走。 他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,柳生哥收起手机,站起身看向韩谦, 他皱起了眉头。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吗? 你杀人比枪好用,都不怕你,我还怕枪? 留下来看看热闹。 当然,我要看看蔡清胡是如何训思舞弊的。 韩谦抬起头看蔡清胡还站在原地,皱起眉头沉声道。 你聋了? 蔡清胡转身就走,心里的怒火已经快要爆发了。 今天的韩谦极其的不温柔,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 蔡清胡走出门,韩谦对柳生哥笑道。 我希望你能玩得高端一点,玩一点我没见过的,别太庸俗,会很无聊,赢了也会很无趣。 如我所想,玩死前欢太简单了,我希望你别让我高涨的情绪最后只是杀了一只蚂蚁那么简单,太无趣。 如果你挨揍会情绪高涨,我不介意。 呵,柳生哥发出一声轻笑,韩谦的脸色顺变,但还是大意了。 柳生哥抓住韩谦的肩膀,膝盖重重地撞击在韩谦的肚子上,低头看着弯钩大虾一般吐着苦水的韩谦,眼神比一道。 你是不是把我想得太高贵了一点? 韩谦捂着小腹跪在地上,感觉胃酸都已经快要吐出来了,痛苦道。 柳生哥,你他妈的,也算个人物,你搞偷袭。 韩谦缓缓站起身,挥拳就要反击的时候,看到了柳生哥手里的短刀,他放弃了,拿起雪茄用力吸了两口,重新点燃。 柳生哥弹着刀锋,懒散道。 韩谦,我的确很好奇你和冯伦的关系,不然我也不会直到今天都没有送你第二个礼物,冯伦会为了你动我。 韩谦摇了摇头,笑道,不会,冯伦绝对不会帮助我对碰你。 话落柳生哥刀尖对准了韩谦的下体,眯眼道,那你和我撞什么逼? 但是,催里会。 柳生哥收回短刀,第二次皱起了眉头。 你傻我呢? 韩谦没搭理他,冯伦不会,翠里也不会,但是,韩谦真的有办法收拾柳生哥,那就是他这种人太谨慎,太能算计,他绝对不会算忽略韩谦说的任何一句话。 攻心而已,柳生哥擅长的是以性命威胁人,他的底气是他的钱财,而钱正好是韩谦最缺的,那么就要去攻击钱财没办法保护的地方。 人心,关大狗在成井之前,一步抵达了办公室,一个鱼具的袋子扔到了韩谦面前,韩谦低头瞄了一眼,关军标面色如常,韩谦走上前打开地上袋子,拿出一把手枪握在手中,轻声开口。 关兄去问问小胡,我手机的电够了就拿过来吧。 关军标满脑子都是疑惑,站起身离开办公室,韩谦突然转身打开手枪保险,对准柳生哥的脑袋,眯眼笑道。 刘董喜欢玩枪吗?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